今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,在慶祝國慶的重要時刻, 港人在參與滿城歡慶的活動,也要反思在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時,能為國家作出什麼貢獻,融合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,而培育市民的愛國意識,特別是青少年,更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。 香港回歸祖國後,國家與香港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、民生各方面以物不可分,香港憑著背靠祖國,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,使得香港繼續繁榮安定,國家的維港政策,更是為香港的發展駐入了強勁動力,在國家的支持下,香港正積極發揮著三個中心,一個高地的作用, 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努力,為了讓市民加強認識國家,特區政府重視外國主義教育,國民教育,國家安全教育等方面,目的就是讓青少年從心底了解國家,這種教育不僅在課堂和書本上,更應通過實踐活動,文化交流等多種形式,讓青少年親身體驗國家的進步與成就,要激發香港青年的愛國熱情, 慶祝國慶就是一個絕佳的契機,今年特區政府和民間機構組織了與400項慶祝國慶活動例如新生代千人合唱賀國慶,千人華福賀國慶等, 這些活動如同一線線窗戶,以生動有趣的方式打開了他們了解國家,認識國家的視野,激發了他們為國家,為香港貢獻力量的決心,為國家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。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